虽然乙军宣称西法医院伤者和医生自愿撤离 但是加杀卫生部长迈凯拉揭露 所有人是被乙军用枪指着胁迫他们离开 原本收容大约1500名伤者的西法医院 目前只剩下125名重伤者 34名出生婴儿以及5名医护人员 迈凯拉星期六召开记者会表示 乙军强制撤离大约九成的伤者 还清空了医院太平间的遗体 把西法医院变成乙方的军事基地 他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 立刻治疗还在医院内的婴儿 或者把婴儿转移到埃及 或是约旦河西岸的医院接受治疗